歷史美食的形成 就是從清水線換完之後呢 地主神社現在在維修 要2025年的時候才會再開發 真的住在京都的人 大家都不會想要去看金閣寺 真正看得懂的人 就去哲學之道 然後看銀閣寺或永觀堂 京都有一家最老 就是全日本最老的拉麵店之一的店 也在那邊 大家好,我是川崎太太 我是Nako 今天又到了我們的川崎太太 聊聊日本星星的事的時間 耶 今天我們要回到京都了 對,我們要緊接著上集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看京都篇下集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 第一個地方就是必須的清水寺 那清水寺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以清水寺為這個中心點 然後我們要設計成兩種不一樣的遊玩路線 就是看大家要怎麼去 第一種就叫做佛性的響風行程 它為什麼叫佛性呢 就是這一連串的路線都是 不是寺啊 就是公啊這樣子 原來是佛性 對,就是很佛性 很佛性 可以去修身養性一下 是的 那第二個就是歷史美食的行程 那就是從清水寺一樣 逛完之後呢 我們會介紹大家去景市場 去景市場完之後 再來就是二條程 那更晚一點的話 可以回到京都車站 我們會針對京都車站這邊 稍微再做一些介紹 那我們就開始了 一樣呢 請觀眾大家可以跟著我們做的這個地圖 下看之下好像有一點點小小的複雜 但是其實我把所有的景點都放在上面 大家只要跟著這個景點上面今天站啊 稍微研究一下會發現其實它非常的方便 那一樣呢 它有兩個可能大家會住的地方 第一就是在京都車站啊 那第二個就是大家會住在那個很熱鬧的烏碗浴池附近 那要怎麼去呢 因為清水寺它比較特別 它如果啊 大家要坐地鐵的話 好像最近的是金板的清水寺條吧 那邊真的要走很遠 但是其實我自己走過一次 然後我覺得沿路走過去 你會發現很多漂亮這種磁器的小店 古色古香很美 這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如果大家就是不想要花那麼多時間走路的話呢 那不能介意大家就是要坐公車 京都車站就是坐206 嗯 試營公車 假設你是在那個烏碗浴池站附近的話 你就是坐試營的207 它到清水寺都還蠻都還蠻近 那清水寺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最有名的就是二年半三年半嘛 它非常的漂亮 對 很多人都換和服去走嘛 沒錯 這就是跟大家推薦說 如果啊 大家想要稍微就是體驗一下那種京都 然後要穿和服的話 這是蠻推薦大家就是在這邊 這邊有蠻多家就是可以穿和服 然後有不同的可能是有不同的價格 嗯 想問一下老師之前在那邊有穿過和服嗎 基本上我之前在那邊是窮學生 所以我其實沒有在那邊穿和服 完全沒有觀光客的感覺就是 拚命的工作拚命的讀書 拚命的考獎學金 然後拚命的打工 就是在做這樣的生活 但是有另一番學生的風味啦 但是其實我蠻推薦去穿和服的地方啊 比起東京我覺得京都更舒服 說實在漂亮很多啦 所以你要穿的話你真的可以去京都穿 那去了清水市的話 可以大家知道說去參觀的重點當然就是 嗯 它有那個清水舞台嘛 嗯 然後它有人王門 就是大家一進去的時候看到它的那個門面 它就是人王門 嗯 然後裡面的三重塔這樣子 我上一集的時候有提到 它地主神社現在在維修 要2025年的時候它才會再開放 嗯 那跟大家就是 做一下提醒就是 其實清水寺呢 在10月中到12月初的 楓葉季 其實也會有夜間點的活動 真的喔 我一直以為它只有櫻花就是櫻花有那個 有櫻花 因為它最有一個就是葉孕 因為它有夜風 它有 嗯 可是啊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清水寺還是identica很美 嗯 當然每個人喜歡不一樣啦 可是清水寺它有一點 跟其他的寺啊 或是文化古蹟不太一樣 只是它是在那個山上嘛 然後再加上那個清水舞台這樣蓋得很高 其實那個整個開下去 整個風景 你會覺得 人站在上面的時候 會有一種覺得 啊 其實很多煩惱 不用放在心上 你看就是大自然 就是這麼漂亮 這樣子 所以會蠻推薦啊 如果可以在白天的時候 把那種美景 全部把它淨收在眼底 會很有氣氛 那清水寺這邊我們逛完 如果大家一早啊 就出去逛的話 大概不接近中午的時候啊 就逛的差不多 這時候我們推薦大家 第一個行程 之 中間的第二個地點 就是景視場 好 景視場很有名耶 在東京都 對 然後啊 其實蠻多人 在YouTube他們搜尋 搜尋景視場 就會看到有一堆 跟景視場相關的一些影片 跟大家 就是去建議說要吃什麼 跟大家提醒啊 其實景視場下午4點的時候 大概就會收的差不多 嗯 其實我以前在學生時代就 就聽景視場 但是我其實不太去 我的印象中 它不是那種便宜的地方 同事啊 對啊 網路上查的 大家都說什麼 景視場是京都人的什麼 第二個廚房 大家這樣講 但我自己個人的感受啊 我自己是覺得景視場很貴 而且它現在因為 很多觀光客都會去 特貴 它價抬得很高 超貴 然後啊 在裡面雖然各式各樣的食物都有 也是美食 我覺得是一種體驗 然後可以去看看 畢竟那邊有蠻多就是 有賣性自物啊 或是像是那種比較傳統的 日式點心它有 然後再來是我個人 我會蠻推的就是可以去那個 去吃它 豆腐相關的東西 它這家店的名字啊 它叫做金豆腐 然後啊 這一家還蠻有名字 就是豆腐冰淇淋 我自己超推的 因為現在大家如果去日本玩 你會發現 不管去蘭香 或是各個景點 現在一支冰淇淋 大概都要四百塊起跳 然後金豆腐它 不是那種就是真的的crease 它是用那個豆乳 嗯 然後好像有用豆腐下去做 所以它的那個 口感是比較類似像是那種霜 比較清爽 嗯 然後它有賣一個豆腐甜甜圈 欸 豆腐甜甜圈也是日本最近 蠻有名的品項 然後它都做的這樣子 小小一個一個 所以它很適合你跟 很典型 沒錯 我跟朋友 然後有跟你的男朋友 或有跟你的老公 買一盒 不知道是幾百塊日幣 就是那個價格啊 相對起來 我覺得跟怎樣 整個市場這樣看過去啊 它的價格非常的親密 因為 如果它就是日本京都 京都人非常自豪自己的嘛 那常常都會有那個 京都的野菜 京都的野菜 就是就是京都種的 我在想就是 景市場就是比較多都是那種 那種價位其實都真的蠻高的 嗯 其實如果說大家覺得 如果如何去京都還是要去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有名的地方 景市場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啊 只是不要期待說它的賓入處 其實它還是一個物價不低的地方 那去完了景市場 可以去二條城 二條城它其實其實是德川家康 嗯 應該算是實務 我用現在來講 比較像是總統府的地方 就是它辦公 然後它可能自己 它自己也有住在那邊 然後它也有那個 接見一些可能是 大城啊 一些重要的賓客的一個地方就對了 那那個 跟大家稍微這邊要提醒一下 是 之前在維修的二芝丸雨店已經有開放 大家去的話可以看到二芝丸雨店 可是呢 本丸店目前還在維修 好像 其實應該是2023年底就維修完了吧 應該是明年的時候就可以開放 可是假設是大家在今年的秋天要去的話 還是只能看到二芝丸雨店 這樣子 那看完了二條城之後 其實 會蠻推薦大家就是回到京都秋站這邊 來逛 雖然大家都知道說京都就是在 在四條河雨店那邊可以逛街 但我個人也蠻推薦在京都車站的 我以前啊 一開始到日本 京都也好 或是去某些景點 看到某些景點的 空空都有 所以啊 大家如果想要買那個就是土產啊 在京都車站這邊全部都買到 所以就不用在那邊一邊玩一邊提的很重的東西 對 而且京都車站大家都知道 它裡面有一個叫拉麵小路 對拉麵小路 那以前窮學生最喜歡吃拉麵 因為拉麵是比較便宜的食物 好吃 對又好吃 跟大家講一下 拉麵小路啊 大家都說什麼在京都車站的網上 其實是不是 它是在旁邊 就是也算是啦 它是跟京都車站在一起的 衣室丹百貨裡面的食肉 所以大家如果到京都車站 不要看到那個就是它的電腦梯 就一直就往上坐 拉麵小路要去旁邊的衣室丹百貨 對 就是上面的食肉 然後裡面有全日本啊 各地啊 不一樣風 就是不一樣口味的拉麵都在那邊 那京都車站它自己本身啊 它也很好逛 其實像是女生啊 想要那個買衣服啦 或是想要買一些那種可愛的小東西啊 在京都車站的地下街 就可以稍微逛一下 我自己就是屬於很多人在荷原町逛 因為我覺得逛街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想買一些東西 我就直接在京都車站 因為它就是日本比較知名的一些 女生會喜歡的牌子都在那邊 你就在那邊在地下街逛 它有兩個 一個叫做Porta 那另外就是The Cube 這兩個其實是連在一起 然後有很多很多店 就是大家可以在那邊逛 然後可以買紀念廳啊 其實都在這邊很方便這樣子 那再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在京都車站的附近 就是Eon Eon的那個Mall 其實就是在那個 京都車站的巴桃出口出去 大家等一個地方就到了 這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 是因為它的超市很有名對不對 對啊 Eon Mall就是 你如果去日本各地去住 你都一定會看到Eon 4P 然後它還會有兩個 兩三個不同系統 都是Eon K 但是可能比較 因為那個區是比較 觀光客就比較觀光客的4P 然後比較是家庭主婦多 就真的是生活圈 它就比較生活圈的4P 那Eon本來就是4P起家 就是超市起家的 然後Mall就是Mall取家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 只要你知道Eon Mall 就會比較像台灣的家樂福的感覺 所以你買的東西也會比較當地 所以你要買那種當地的零食 就不是觀光客 是當地人吃的就去Eon就對了 而且我記得它的價格啊 也不貴 像我很喜歡去日本 就是去搜刮那邊的那個零食 我非常喜歡買 然後我有發現 其實它跟業務超市比較起來 沒有貴很多 對 移用是比較便宜 移用是 否當地人的 不是觀光客 所以價錢就不會太貴 那接下來要去幹嘛 逛王街後 逛王街的話 經過正戰的話 就是第一種行程的最後一站 那剛剛我們講的 它就是第二種玩法 就是一樣 從清水室玩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去永關堂 或者是旁邊的南禪寺 它兩個其實很近 就是如果不想逛街的話 就去再去看寺廟這樣子 對 那其實啊 就是在永關堂南禪寺啊 還有銀閣寺這邊 其實有一條很有名 它就是所謂的哲學之道 嗯 這邊其實也是享受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眾名 就對了啦 那哲學之道就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其實 真的住在京都的人啊 大家都不會想要去看 金閣寺 對 都會說其實真正看得懂的人 會去看哲學 就去哲學之道 然後看銀閣寺 或永關堂 對 這是就是京都人說 就是京閣寺 for觀光客的 真正如果你真的看得懂 真京都人 真京都人的話 就會去看這個 而且我記得 如果沒拖的話 老師以前念的學校 就是在哲學之道沒有很遠 對 真的沒有很遠 在隔壁 就是京都藝術大學吧 以前叫做 叫做京都藝術大學 現在更名為京都藝術大學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我是不知道學校 可不可以讓觀眾就這樣走進走出 但是他們很不森嚴 就是也沒有什麼警惠 所以你假裝學生是可以走進去 然後如果剛好食堂有開 可以去吃一下中午的食堂 很便宜 很便宜 對很便宜 對 那大家其實就是 如果啊 覺得說 我看完一個清水寺 覺得很漂亮還不夠 還想要再去看一些 一樣是古色古香的寺廟的話 其實也會蠻推薦這邊的 那永關堂它很有名的 就是說它在古代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貴獨的舊裝藝人 那是在西元的853年的時候 這個貴獨就送給當地的一個生日 那永關堂它其實在每年啊 有時候不定期的會有一些那個展覽 就是他們所謂的那種日本的一些古文物的展覽 那永關堂啊 它今年啊 就是它一樣 它是有所謂的 可以大家去想它的夜風 它的夜風也非常有名 那它開放的時間啊 是在今年的11月3號開始 再來的話 如果看完永關堂之後 也可以去旁邊的南城寺 其實它就在旁邊啊 那南城寺啊 其實它有一個很漂亮的那個水稻橋 它就是用紅妝整個蓋起來 然後整個古色古香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再來南城寺啊 它很有名的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亭月 嗯 它是那個枯水 對 枯山水的那個 卡雷山水 枯山水 那跟大家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哲學之道啊 它的南邊就是永關堂 都是南城寺 那就是走到 往北走到底就是銀閣寺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時間沒有很不夠的話 也不必說整條 哲學之道都逛完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時間怎麼安排這樣 嗯嗯嗯 那10月份的時候啊 10月12號也是一個 日本很大的祭典 叫做時代祭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蠻安靜的祭典 就是如果你喜歡 歷史 我覺得你會喜歡 那如果你喜歡熱鬧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步調非常的慢 然後有點安靜這樣子 如果喜歡熱鬧 就可以參考我們東北的那個行程 對 東北的祭典 對 聖剛的行程 那其實我覺得京都任何的祭典 除了基隆祭典 他們有名的基隆祭典 稍微就覺得有點熱鬧之外 其他其實我們都會說京都的祭典是非常的安靜 嗯 這也是優雅 很優雅很安靜 對 那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安靜的祭典 那平安神宮 它其實啊 離那個有關堂啊 或是哲學之道那邊也沒有很遠 所以啊 也蠻推薦大家可以就是 如果說剛好去的期間是在10月22號的話 你可以到平安神宮到那邊去參觀他們的時代祭 稍微看一下還蠻有趣的 嗯 就半古裝的祭典 沒錯 那它這邊的交通要怎麼去呢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提到就是清水寺嘛 清水寺這邊要離開的話 原則上啊 我們就是坐公車到四條站這邊 嗯 然後到四條站或者是到屋外浴池這邊的時候呢 我們從屋外浴池這邊我們坐東西線 坐東西線呢 這時候就是往東邊的地方走 好到促上一站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從促上站這邊出來走 十三分鐘的路程就可以到了永關塔 再來的話如果大家想要到平安神宮的話 也可以在一樣做東西線回到了東山站 嗯 東山站這邊出站之後到平安神宮啊 只需要花十三分鐘的一個路程 嗯 那這邊其實我有幫大家稍微過一下整理 可以看一下這張地圖啊 如果大家是想要到那個就是所謂的拉麵基站區 其實就是以前老師學校的附近 沒錯沒錯 我們都叫做就是我們那一區叫做佐晶區嘛 佐晶區嘛 然後那一區我們都說它最有名就是拉麵基線區 就是有非常多好吃的拉麵店聚集之地 嗯 其實京都有一家最老就是全日本最老的拉麵店之一的店 也在那邊 叫做 叫做 有有天 那譬如說除了老店之外嘛 那很多就是連鎖店的頭也在那邊 譬如說像是最有名的就是 關西地圈有名叫天下的天卡的天 而關東也有看到是關西角度 它是日本很大的拉麵連鎖店 就是第一家店也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是某些店的迷 你就可以去吃它的創始店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像我自己呢 吃拉麵我很熟 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 餃子的王醬 京都餃子的王醬 可是它很好吃喔 它很好吃 有嗎 我在大阪那邊有吃不去人 不是 你們不能吃錯 餃子的王醬有兩家 一家都大阪王醬 一家都京都王醬 你們都選京都 大家有沒有注意會聽到 京都王醬 京都王醬跟大阪王醬 是不同的系列 大阪王醬超難吃的 他們是兄弟分家 然後呢 京都王醬才是好吃 大阪王醬就被作爛了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吃尖餃 日式的尖餃 大家 雖然聽起來很爽 是連鎖店 就像是 八方雲集 可是 可是它是 對 但是它是對我們日本人來講 這個才是我們從小吃到 大的店 而不是那些很新的店 那它會留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反而推薦它 加進來來京都 就吃一些 比較傳統的店 Fashion店 在其他東京什麼 一定很多 更多很厲害的店 那我這邊再推薦大家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 一日券廢掉了 你還是想要省一點小錢的話 你可以去 就是三條四條 那邊如果你有看到金券 日本的金券行 就是在賣便宜票券的 就是你可以想像 可能我們尾牙種了個什麼 迪士尼的券 我就把它賣到那邊去 然後去賣 人家在總賣 有點像是接二手票券的地方 那其實他們都會有那個便宜的公車券 就是可以省一些些錢 像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不可能買一日券 但是我們又想要省一些公車券 我們就去買十張的那個車券 那可能一張票可以省個二十塊到五十塊這樣子 好酷喔 所以我就會 我們常常就會去買那個金券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省一些些錢 它沒有限期限 它沒有限期限 基本上它就是 試發型的吧 它就是這樣一條 就像一條 就像遊樂場的票這樣子 我剛剛第一個想到就是那個 就是你去 它就這樣可以撕的 覺得不錯 對對對 大家可以去找金券 然後就找巴士券 那你就可以買個五張或十張 那你上架車的時候 雖然現在有撕衣卡很方便 你就買那個 撕那個券給它 你就可以省一些小錢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把第二天 清水寺的行程先介紹到這裡 那要期待喔 我們下次還要介紹東福寺 還有 還有第三趴喔 有喔 你還不知道呢 我就是要把就是京都啊 秋天很值得去的地方 都一次整理給大家知道 而且我們上線的時間剛好就是呢 你看完就可以直接去隨手去了 是的 好 那請大家回來再看我們節目喔 今天到這邊 掰掰